歡迎來到Teaper推播 我是Eva 上次我們有分享過 差點換人唱的主打歌特輯 沒想到結束後我們叉叉叉叉 發現還有很多名曲沒有被我們提到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推一波就是 差點換人唱的主打歌特輯 Part 2 新的一年開始了 大家都想好今年的目標了嗎 還沒想沒有關係 記得先按讚訂閱我們喔 第一個 TWICE的More&More 拿下一堆冠軍的More&More 其實一開始是瑞典歌曲Zara的歌 而且連歌名都取好了 叫做Black&Forth 沒想到最後他選擇把這首歌賣給JYP 在收藏了五年後 才把這首歌當成TWICE的回歸曲釋出 第二個IU的這一刻 IU在寫這一刻的時候 其實是要寫個Oh My Girl唱的 所以整首歌的風格都是完全為了Oh My Girl打招 雖然IU覺得這首歌對於他而言有點太過活潑 但最終還是留下來給自己唱了啦 不過IU真的很喜歡Oh My Girl 不過IU真的很喜歡Oh My Girl 之前還特地翻唱了他們的海豚 真的有夠好聽 Oh My Girl打招呼通轉 。 第三個AMDA What You Waiting For 是由YG黃金製作人RT製作 原本打算當成Duel Duel的後續曲釋出 但是最終給了AMDA來唱 第四個Mama Mood No, No, No NONONO則是由MAMAMOO的王牌製作人製作 其實這首歌原本是要寫給4MINUTE 只是先由還是練習生的MAMAMOO幫忙配唱DEMO 但到最後4MINUTE沒有收錄這首歌 反而成為了MAMAMOO的名曲 第五個BTS的Your Eyes Tale 六國參與製作的這首Your Eyes Tale原本是打算放到他自己的MIXTAP裡面的 但因為真的寫得太棒了 於是大黑就決定把這首歌放到黃蛋的日文專輯內 後來也變成電影《想見你的愛》的主題曲 第六個PRODUCE 101的YUM YUM 而PRODUCE 101的YUM YUM則是傳說原本是要寫給Red River的 難怪整首歌的古典這麼有紅貝貝的風格 但不得不說SOMI真的也很適合唱這首 第七個Red Velvet的Zin Salabin 號稱紅貝貝最詭異的一首歌 一開始製作人其實是聽完笑時的I got a boy 得到啟發才寫了這首歌 希望可以當成他的後續曲 但是SM買下他後沒有拿給笑時當回歸曲用 第八個One Earth的紅線 紅線原本是準備要收錄在 1-1最後一張專輯裡面的歌曲 但是最終沒有入選 不過因為這首歌真的太好了 所以One Earth的成員就決定問CEO 可不可以把這首歌給他們 這首歌搭配舞蹈真的效果超好 第九個One Earth的Light Light是由JB製作的歌曲 一開始他希望可以由GOT7來演唱這首歌 但是JYP沒有答應 反而是把這首歌賣給了One Earth 在最近JB也釋出了當年他自己錄製的版本 馬上成為粉絲收藏的名曲 No More原本是雅力安娜出道專輯的歌曲 但是後來SM買下版權送給了FS 直到後來雅力安娜決定把英文版本當成禮物送給粉絲後 大家才發現原來FS拿到了小天后的名曲 第十一個SO的La Eve 超性感的神曲La Eve是由Henry製作 一開始他原本想留給自己唱 但是作曲認為這首歌更適合SO 就把這首歌拿給了XO 之後SM也釋出了Henry演唱的英文版本 感覺在歐美肯定會大轟 Kid of She I have to go with some What's you want? Something in the water Fun到咖啡絲垃製斷掌固呀 I've been over my head to see the brighter thing Gego booty cho ya head I can get you on my head I can get you on my head 當成C.I.S的回歸歌曲 第十三個Beats的Rock Your Body 星沙洞老虎一開始寫了這首歌給Beats 但他們最終改選了領首Beautiful Night來回歸 而超俏皮的Rock Your Party 後來則成為了Beats的回歸曲 A.O.A的貓步輕敲 其實A.O.A的貓步輕敲 轟軟行動 短群 原本都是準備給Break Girls 當出道曲用的後備歌曲 但是因為Break Girls的出道計畫一直被推延 所以這幾首歌都先拿來給A.O.A回歸用 也意外全部成為了A.O.A的經典名曲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整理的 差點換人唱主題曲PART 2 個人覺得A.O.A那三首真的都太經典了 絕對不能換人唱 大家覺得以上哪一首換人唱絕對會出大事呢 都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們喔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我們 你要記得加入我們LINE的官方好友 去FB搜尋Teeper推播 然後訂閱我們的官方IG跟我的個人IG 我們下次見 我要成為Break Girls